特斯拉10月初首度发表无人计程车掀起话题 不只特斯拉,Google旗下的Waymo,中国大陆百度的罗伯快跑也都站在无人计程车的浪尖上 这些无人计程车是真的已经在路上跑 目前Waymo车队旗下共有700辆汽车,在旧金山和洛杉矶扩展服务 罗伯快跑已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20多个城市进行测试 大陆那边他们的无人计程车技术也算进步了 而且他们那边因为法规动得很快 道路的基础建设,他们都有做搭配 最终的等级是真的上没有人 镜头回到台湾,中美竞商发展无人计程车,我们的脚步有跟上吗? 台湾新创公司看准无人计程车商机 去年成立后开始着手打造台湾Robotaxi生态圈 目前全台湾人口慢慢的变少 这老化现象没有办法改变 第二是司机的素质其实好的很好,弱的很弱 那早期的一些司机他可能投入小黄的一些营运 但是这些司机每一年会慢慢的变少 老的会退场,那新的人要进来进不来 这是一个环节 无人计程车要导入台湾之前 必须要从现有的有人的车慢慢的做改变 那在改变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正通一些调整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刚好去填补到 从有人到无人这个阶段的一些辅导的工作 无人计程车的发展不会一步到位 一开始自驾车还是要有人监控 各国对于无人载具服务都有监管员的规范 要求商用自驾车背后要有人类驾驶 意外实能及时介入 大家都会想象说AI一系之间全部取代这些驾驶 那其实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的方向 目标应该是要朝 让AI可以辅助驾驶 让驾驶行驶得更安全 更有生产力 那这才是应该我们去把这个过渡期的目标给它做好 但终极目标是做到完全无人 就是上路嘛 但其实这件事情要需要努力很久 有些地方虽然大家有看到影片 就是可能已经有 美国那边已经有那种无人车的情况 那他们其实是限制在一个区域内的 无人计程车是趋势 但现阶段仍存在各种挑战 台湾地下人愁像弄多 自动驾驶有门槛要跨越 再来就是法规还有社会影响 人是比较难管理的一个角色 因为像我们看到武汉那些现况 投入了四百五百台车 但是虽然投入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但是对当地的网约车 跟汽车车的一个市场 有相当大的印象 当然它也带来多的一个方便性 因为等于说你就不用去配合司机 你可以有自己通过平台里面去叫车 可见的未来里面有真正被导入的时候 对现有这些司机的生态生计 美国汽车协会的调查显示 百分之六十六的驾驶仍然对完全自动驾驶 车辆表现出现恐惧或担忧 而百分之二十五的驾驶者不确定技术是否可信 真正的重点其实还是在于自动驾驶技术 虽然现在可以用AI协助运算 从镜头从感测器来运算 然后速度有比以前更快 但它跟真人相比之下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现在自驾车的实验阶段来讲的话 通常速线都还是在大概四十公里左右而已 所以其实在美国跟中国也都发生了 他们的无人机车车在路上跑 但是后面就塞的满满的都是车 然后大家都在骂这样子的状况 要追上整个城市的交通节奏 我觉得还需要很多时间的努力 回到台湾来 它总是有一些道路状况的不同 譬如说我们台湾机车来说还是比较多 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侦测到这种 潜在的风险 另外还有一些天气的一些状况 跟夜间的这种状况 它对于各种不同的路行跟道路的状况 它能够有效规避这个风险 这件事我想安全的议题这个部分 还是一定要具有一定的可靠度 要解决技术法规配套以及反弹声浪 无人机车车要普及上路 这路还很长 TVBS新闻陈永强 王后宇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